今天要分享的是 變形金剛 泰坦回歸系列 或者是 它好像中文有另外一個 四代系列 就是有人說是泰坦回歸 前陣子又說是有人 其實我搞不清楚這個系列 有人說是合體戰爭 前陣子應該說以前很夯的一個版本 這一支是正波 或者有人翻譯成那個 震盪波 然後這一組 是偵察將降板 然後它有三變的功能 不是三變 它可以變成那個 算是外星的 大砲 然後它也可以跟那個 其他組的那個 變形金剛好像類似做合體的功能 然後就開給大家看 其實這個系列 其實個人還滿喜歡這支的 之前其實個人 搞不太清楚它跟那個 音波 然後 就他們兩個 以前個人都會把他們兩個 搞成在一起 然後說明書 然後商品是這樣 商品是這樣 商品是這樣 然後後面一樣 這個系列都有附一個 那個 紫卡 然後紫卡這個版本的 就沒有那個 就沒有那個 附那個 書是上 卡不卡是上 然後就 直接 拆開 看 其實正波 這個 還滿喜歡在變形金剛2裡面那個版本 這還滿喜歡在變形金剛2裡面那個版本 可是沒有它後面就是 出場 帥沒 帥沒幾秒 就 就被 可不可以被 幹掉了 商品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 然後就可以看到它的腿 超級空 這已經到了一種 完全是 鏤空的境界 完全沒有任何的 屏障 後面是這樣 前面是這樣 就腿看起來有點單薄 然後比較特別是 它球這邊不是用球型關節 它唯一用球型關節 是骨關節這裡 然後骨關節旁邊這邊 還有多一個可以這樣折的關節 應該是等一下會跟那個 變形可能有關係 喔 大概知道為什麼要變這樣 好是這樣 然後手是這樣 手 軸跟手 手軸跟手 呃 肩膀都是用球型關節 可是它肩膀的球型關節 它的設計來講是 只能完成這樣子 不能 就是前面的部分沒辦法這樣開 是這樣 然後比較特別就是它左手 並沒有手 拳頭啊 就是它已經是變成那種 機械槍的模式 然後腰一樣是不能動 頭 雕可以動 但其實 可動範圍也看起來並不高 然後後面有一個 這個 這是什麼 應該是那個可以折的 背 就沒有什麼空心 它唯一比較缺點就是 腿這邊完全是樓空的 有點可惜 前面是這樣 然後就 開始試著變形了 喔 它變形這個可以往上摺 喔 它的腿這一個 也可以往前摺啊 只是它摺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要拉一下 然後往前摺 往前摺 然後就可以變形成 這樣子 這樣子 下面看是這樣 上面看是這樣 就是一種外星 飛船的模式 然後 狂派的標誌在這裡 下面變這樣 然後手臂還是在啊 前面是這樣 轉圈圈給大家看 其實這組個人覺得還不錯 唯一缺點就是 它腳變身後 因為為了要收納成在這裡面 所以它就是 後面 看起來會非常非常的空 空到一種 讓我不知道怎麼形容的那種 空啊 非常空的一個空間 不知道為什麼用成這樣 然後變形來講 個人覺得變形機構 這一組還算簡單 然後這樣往下摺 就可以完成了 變形來講應該不用 可能不用30秒 然後比較好一點就是 因為它為了變形 變這個關節 除了本身骨關節的球型關節 它多了一個這個 可以旋轉的關節 所以擺放姿勢來講 個人感覺還不錯 然後手 手 手的拳頭是用透明硬件來做的 然後注意看它胸口的胸甲跟腳這邊 都是用透明硬件還不錯 唯一缺點就是 後面這個 兩個看起來 卡地坑坑 感覺有點鏤空 個人是覺得 還算可以接受的範圍 算是一個 偵察生家裡面 塗裝也還不錯 這邊也一樣有狂派的標誌 另外一個隱藏在這裡 可以變身成大砲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 還不錯